虽然不清楚 龚本新皮肤的出场动画里 李白和龚本他俩到底谁占上风 但这把的李白的确被我拿捏了 来让我看看 让我看看 好是对面先玩不起 那就别怪我送福利了 队友帮得了他一时 帮不了一整鱼 吕布显然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附魔了先拉开 逮滴好了再打反手 对吧 稳中求进 反手大招锁住 你拿什么跟我打 先斩后A 不给他跳大的机会 不得不说 这龚本的新皮肤 手感确实出了一把腿 你看 连斩杀用的都非常舒畅 尤其是这二斤的残影 足足停留一秒 看来龚本在和李白比武的时候 这小子没耍透血 这款皮肤 还有一点值得夸张的地方就是 敌人同样的重伤印记 变成了一朵梅花 看着非常醒目 又要先手冲散了对面的阵型 趁着对面还没反应过来 直接就是一个双重击胚 打三时 膀胱一早就知道大到几个 回头带走李师傅 打王者七年了 还是第一次见到大桥的这个播报 这边河道打起了团战 我谁都不管 就盯着李白打 他打完一套肯定要回去 清完旋直奔敌方篮巴 扭个热人 从不计仇 因为有仇 我都当场报了 直接拿下 让我看看下一个受害者是谁 好 就你穿的手是吧 二天一楼 接八楼然 接一重式 红莲加大楼的双重索学 没有人能在我的屏幕内火过三秒 这就是今天带给你们的纯肉斩杀双重索学人工本 看似没伤害 实则猛的一批 这只鸟哥战斗一下午的成果 废话不多说 直接上十然 这把对面两个弓跃 三个大批 线上很难出节奏 重点要放到野区 只要赵云野区不崩 团战几乎随便打 开局细节奏后 对面胖虎十有八九会来看一眼 你往这一站 啥也不干 对胖虎来说就是威胁 你看他始终不敢跨进河道 他不走 那我也不走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伴 你前期恶心的胖虎 那么胖虎这把 肯定把你列为重点关注对象 我他妈来了 队友都在赶上的路上 这个塔咱们假装放弃 回头两天一流 接包团战 接一重式 接乌鸦坐飞机 时机把握的刚刚好 早进场或者晚点再进场 都有可能错失良机 配个赵云直接拿下 对面打野露事业的情况下 司空阵还敢往我家野区损 这小子是真没吃过亏啊 当你伤害不够的情况下 千万别一见面就开大 大招除了索雪 另一个作用就是可以缓解 技能的真空气 技能打完 手里没有强化补功的时候 就是开了最佳时间 大招给个击飞 直接去找胖虎 这一波如果埋头去打司空阵的话 撑不到队友支援 要么自己嘎了 要么这俩跑了 另外你们玩弓本 如果碰到东皇张良 这种压制类技能时 大招一定要捏准再放 不然就会和我一样 刚进场就少了个技能 不过幸好咱们玩的是热功本 就算扣的蜡招 再吃满莫子整套控制 依靠自身的坦度 仍然屹立不倒 进场扛向的过程中 就把伤害打满了 都说这个赛季胖虎还忙 来我都要看看你有多忙 我说了我只需要略微出手 就以至这个分装的景象 你懂吗 我还是这句话 那你我双手刷都不知道什么叫做对手 太无敌而找不到对手 先是徒弟的忧伤 被王者玩了八年了 你们知道峡谷里谁的控制效果累积最长吗 哈喽大家好 我是史上 本期我带你们挑战 峡谷控制王 王者峡谷目前一共有14种控制效果 分别是减速 晕眩 击退 击飞 冰冻 石化 定身 沉默 脚械 嘲讽 牵引 限制 地形 还有最后一个地表最强控制技能 压制 由于减速属于负面效果 所以不纳入本期考核 本期的挑战规则是 计算英雄一套技能下累计控制时长 期间不得使用任何主动控制装备 以及召唤式技能 第十位 活武 活武的被动翻滚 可以对敌人造成0.5秒的击退效果 活武的二技能飞踢 可以对目标造成0.75秒的击飞效果 活武的大招冲刺 可以对敌人造成持续性击退效果 第九位 张良 张良的一技能虽然有四张盾牌 但只能打出一次控制效果 重复触碰盾牌只能造成减速 一技能对敌人造成0.75秒的晕眩 大招对敌人造成长达2.2秒的压制 在大招压制效果结束后 才能为敌人造成0.75秒的晕眩效果 第八位 中奎 中奎的二技能钩子 在勾中目标的那一刻开始 再到目标拉回来直至落地 敌人永远处于晕眩状态 并且还会给敌人挂上标记 中奎的大招只有去吸带有印记的目标 才能对目标造成持续性晕眩 第七位 真击 真击的二技能 谈一谈 人越多 谈到次数越多 最多谈是六次 考虑了咱们的测试对象是射手 射手又经常和辅助待在一起 为了模拟实战环境 女儿哥只为真击摆放了一名人偶 第六位 苏裂 开启一技能原地空A两下 然后进场打出强化普攻 接着二技能给个击退 再使用一技能平A三下 最后再来个蓄力满大 控制效果直接拉满 第五位 莫子 原地空A三次 进场打出被动强博 对目标造成0.75秒的击退效果 接着使用技能强化下一次普攻 再次击退0.75秒 然后二技能一炮定住 对敌人造成1秒晕眩 最后开启大招 自己控自己足足3.3秒 第四位 老夫子 老夫子的控制手段 主要靠大招的死亡捆绑 一技能王者扎扎队 敌人造成0.5秒晕眩 大招死亡捆绑 可以禁锢敌人长达5秒的时长 第三位 司空阵对于这类大招拥有增益效果的英雄 我们只计算在大招进度桥之内 司空阵累计打出的控制就行了 我的司空阵小伙伴要注意 司空阵二技能的击退效果 距离目标越近 击退效果越强 所以最好先走到对面 快要贴脸再使用二技能推开 就算攻击正在移动的目标 仍然可以做到百分百控制 第二位 花木兰 先1A1A快速沉没 然后二技能飞标往后丢 中二推到飞标的位置 缩短飞机 这样就可以刷新二技能冷却 打出连续击退 由于木兰有两种形态 两套技能 所以推完之后 继续蓄力两个中一 第一位 顿山 顿山在面对这些 腿短没位移的英雄时 能控到对面 亲妈都不认识 一技能挑飞可以控 二技能举盾可以控 三技能架强还能控 给他一面墙 他能控到鲁班怀疑人生 这下知道顿山为什么 常年待在班位下不去了吧 所以本期的峡谷控制王 就是 云中军玩家全体起立 就在前天策划 再一次调整了 老牌英雄的共创方案 以后 峡谷的老牌问题英雄 将会同步进行 集中优化和单独优化 首当其中的 就是王者热门打野 云中军 那年野区的失守 对手的嘲讽 CP的离去 今日我云中军 一并夺回来 欢迎收看大型纪录片 十八线野王的重生之路 先给大家读一下 小王的原话 无视地形 飞行 战斗是云中军 最大的玩法特色 但随着版本变更 该玩法特色的一些 使用痛点 被逐渐暴露和放大 如切入容错率太低 稍有不慎 便会进入 鸡肋的落地状态 飞行状态难以维持 前期跨越地形 反野成功率 随版本下降 而后期 逆风又较为疲软 往往难以接近后排 或只能一换一 各种各样的痛点和问题 让大家越来越少地 使用云中军 因此我们邀请大家 一起对云中军的技能机制 进行调整尝试 进一步保留 强化云中军已有的独特玩法的同时 使他的使用和对抗体验更加良好 并优化他的使用痛点 从小王的原话上不难看出 此次关于云中军的调整 不会像曹操和点尾那样 直接改变英雄机制和玩法 而是在云中军原有的机制上 调整数值解决痛点 想要达到云中军 首先我们就要知道 云中军最大的痛点是啥 没错 落地之后的无力感 云中军的淘点不是爆发低 也不是身本脆 而是气息机制的难以掌控 就像策划说的 云中军的飞行状态很难维持 稍有不慎 就会进行鸡肋的落地状态 注意策划的用词 这里他用了鸡肋一词 来形容云中军的走地机形态 搞了这么久 原来小王也知道 云中军的走地形态没用啊 那么此时有人会说了 直接砍掉云中军的走地机模式 改成全程飞行 不就全部解决了 好家伙 别的英雄是更改机制 到云中军这直接移除机制呀 用搁之窝去想都不可能 注意这里小王说的是 进一步保留并强化 云中军已有的独特玩法 而云中军的飞行和走地形态 正是云中军的独特玩法 牛耳哥给出的解决方案是 可以落地 但不能一落地就完全没用 起飞和落地两个形态 都应当发挥出各自的特点和作用 就比如落地之后 可以当成射手来玩 射程变远 增加暴击和穿透 就像嬴政和敌人节那样 普攻伤害高的同时 还可以进行无伤磨塔 这样调整是不是更有意思 这确实是一个值得策划探索的思路 另一个思路就是 小幅度回调云中军的数值和机制 当然了 把云中军回调成初代那样 肯定不现实 你们又要知道 当初的云中军是因为啥 被砍成下水道的 所以这里咱们要求是微调 比如一技能cd减少 大招改回原来的 可以从落地状态立即起飞 这样一来飞行状态就不会难以维持 再一个就是 把一技能冲刺距离也回调回去 抓人的能力也会大幅度增强 原本一技能还要霸皮 这个其实挺变态的 不会进行回调 然后就是云中军的二技能实用性不明显 可以给二技能加个护盾或者免伤 增加一下坦素 也不算埋没了云中军二技能的短暂霸奇 最后重中之中的就是 修改一下复活甲的使用规则 别让云中军复活后立马变成走地级 阵王之前什么形态 复活之后就是什么形态 这样云中军也能和其他打野一样 后期依靠复活甲进行黑团骗技能了 视频最后吐槽一句 你像橘子玄策赵云这样的版本气死 也是时候打落一下了吧